探访东京网红紫阳花打卡地旧中川水边公园 这个公园位于东京归户站和平井站之间 徒步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旧中川河边 以合金早音和每年5月底到6月中下旬的紫阳花而闻名 在某阴某书上最近好火,我们就来打卡了 站在桥上远观,其实就是沿岸边 长不到200米很小的一个区域 实在是太小了,其实就是归户中央公园的一个河岸延伸部分 虽然刚下过雨,但来这里打卡拍照的妹子们依然很多 几乎一半是中国人,还有一部分越南人 全是指挥男友或摄影师拍照的熟悉的国语普通话 就感觉好像回到了国内 日本人来拍照的,应该在三成左右吧 这么小的公园里,又这么小的紫阳花田 不要说平平无奇吧,至少在日本也是随处可见 但是它就火了,原因还是可以在花田里拍到大概三公里外的东京晴空塔 因为我去的那天,刚刚下过雨,天阴沉沉的,能见度很低 所以只能隐约地看到晴空塔的一个轮廓 然后就在花田里转一转,客观地说,因为内侧花田的高度适中 所以还是蛮适合拍照的一个地方 拍人,拍两侧风景,都还不错 大概有三,四个位置比较出篇,所以也是女生们莫名而来的原因吧 就是好位置要等,妹子们拍照片真的是太花时间了 总的来说,长二三百米的小公园里 能拍出网上那么多美美的照片,也算厉害了 而且是免费公园,喜欢拍照片的妹子们可以来打卡 但是确实不能期待太高,毕竟是小小的公园,机位就那么几个 至少喜欢看风景的朋友们,确实不用来了,感觉会比较失望 整个公园,连拍照打卡一圈逛下来,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作为兜内的网红景点,推荐度不高,没有二刷的必要,除非特别喜欢拍照 好了,谢谢观赏,我是不吹不黑的东京晨曦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